习近平整肃军队半年来已有15名将领被清洗 中共党魁习近平整肃人民解放军的反腐败行动持续扩大 过去6个月内已有至少15名军方高层遭到整肃 去年12月29日 中共人大常委会任命前海军司令员董军担任国防部长 并撤销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及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等 9名高阶将领的人大代表职位 此前两天中共政协也撤销三名军工企业高阶主管的政协委员资格 表明自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10月被革职以来 解放军反腐败行动持续扩大 自毛泽东之后全是最大的习近平 多年来注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军费 而其强军战略的核心就是提升火箭军的战力 在习近平试图统一台湾的野心中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火箭军近来陷入大规模贪腐丑闻 高层尽遭清洗态患 彭博社指出 这些仅仅是北京公开宣布的整肃内容 与其他领域的反腐败清洗不同 中共国通常不会公布军方的贪腐调查 据文贵先生爆料 中共军方一定会发生大范围的清洗 尤其是火箭军 这是由中共体制绞肉机的特性所决定 因为在独裁者习近平看来 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中文字幕提供